字幕提供 赶快学起来吧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列表 那当然如果我们以后遇到其他名字的话 可以再分别解释 好我们马上开始吧 Tashes游戏的名字 俄罗斯方块 从1984年到现在蛮老的一款游戏 发明者是Alexis Pajitnov 听说Pajitnov他很喜欢网球 然后玩游戏的时候呢 每一个方块都是由四个小格子组成 所以是由这个四 这个是四的字手 和Tennis 两个字结合起来就变成Tetrus 所以它本来不是一个 本来是不存在的字 是一个组合的字 好那Tetromino 刚才说的是一样 这是四的字手 然后加上Minno 那就是在玩俄罗斯方块的时候 说实用的方块 那我们通常就只叫方块啦 反正这个字相关的字的话 如果是两个的话 二的字手加Minno 是这个字可以找找看 是骨牌 OK 那一般我们在方块的话 我们会用英文代号来称呼它们 那这些是一般最常见到的方块名 当然不是什么官方的名字 反正就是方便嘛 好所以长条的是I 橘色的L 都是以它们的形状而命名的 黄色的O 红色的Z 紫色的T 深蓝色的是J 和 黄的 绿色的是S 这样子 OK 好那Fumen的话 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编辑软体 这编辑软体真的是很方便 有时候你想到什么东西 想要把它记录下来 好存下来或是给别人看 那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练习软体 那我们可以以后再来谈谈这个这方面 好 TTC的全名是The Tetris Company 就是所谓的官方啦 他们是要钱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话可以讲的 嗯 好那 接下来 这些是游戏里面 的一些动作啦 销行的时候销几行 销一行 叫做Single 两行是Double 三行Triple 那四行的话是一个特别的动作 所以他们给了一个特别的名字 也就是Tetris 就是游戏的名字 所以销四行这个动作 叫做Tetris OK 那我不知道中文还能怎么讲 所以我可能就会直接讲Tetris 这样子 好 T转 Tspin Tspin 分这些种类 迷你一行两行三行 那这些单字 刚才就看到了Single Double Double是两行 加上Tspin就变成T转交两行 不过我们在提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通常是用他们的缩写 所以 Tsm是迷你 Tss是一行 Tst这个最常看到的 重要 粗体 OK 是两行 Tst是三行 Tststack in T堆叠 这个我通常都是讲Tststack in 那现在好像有一个趋势 大家因为大多数人都习惯叠在右边 所以都讲开始讲ZT了 不过我自己的话 除非我要强调是坐在右边 要不然我都还是会讲Tststack in 因为Tststack in这个词 就是出现在先 然后不管你跌在左边右边 基本上是同一种堆法 所以我实在不是很喜欢有两个不一样的名词 所以我都会习惯讲Zststack in 好 Combo 似乎是翻成连击的样子 那什么2Y 3Y4Y是 Combo的跌法 也就是说 如果 如果 我们在 叠一个combo的时候 游戏区域是20行高 10列宽 如果我们控了 三行 假设控了三行 然后这样子把它combo combo下来的话 那就叫做3Y 控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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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3Y 3Y 控2Y 2Y 控4Y 通常留几个 就是4Y OK 老实说我不喜欢最近有些人开始用1Y这个词 我觉得好像在英文文法文艺上面对我来说不太通啊 所以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所以我不喜欢弯外这个词 所以 诶 我不会用那个词 OK 好那 Harddrop Softdrop 这有好几个中文的翻法 嗯 好像有人说这个 嗯 硬放软放吧 然后有人说 嗯 缓降跟 骤降 那我通常是习惯讲轻放跟重放 嗯 好 那 示范一下 哦 这是男生女生 哦 sorry Pola 小姐 OK 嗯 所以 预设值是按下嘛 Softdrop就是你按下让它快速的往下掉 可是到底的时候它不会接着 好 这个动作叫做Softdrop 那反之呢 你让它直接落下 这个动作 直接落下 直接落下这个动作叫做Harddrop OK 那Harddrop也是一个论坛的名字 嗯 欧美的玩家 好 最最强的玩家 大概都都在这里可以找到Harddrop论坛 它的网址就是Harddrop.com Harddrop.com 它们有一个论坛 嗯 forums 还有一个wiki wiki Harddrop的wiki 呃 大概是 有目前 呃 呃 关于 这边的时候呢 寄给对方 底下浮上来的东西 那像是Tetris Battle的话 呃 Tetris Battle的话 它们的垃圾行都是 炸弹 有炸弹的 所以我现在做一个Tetris Tetris 消四行 记得哈 Tetris 消四行 然后寄给对方的垃圾 对了 对了 仔细看这里要出现Tetris哦 有没有看到Tetris OK 所以 寄给对方的垃圾行 这四行就是所谓的垃圾行 那像在TB的话是 有炸弹的垃圾行 你把炸弹关掉的话 就是10星的垃圾行 那可是比较传统的 一般是有洞 是 呃 这一行里面有一格是空的 这样子 那那一种的话 通常我们会把它叫做是 传统垃圾行 OK 呃 有没有什么要讲的 OK 所以这个Linescent的话就是 Garbage Linescent 就是你所寄出的垃圾的行数 OK 好 B2B B2B 要解释的话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我现在不太想讲太多 那它的全名是B2B 那英文的意思的话就好像两个人背靠背坐在一起 接得很近 这个叫做B2B 或是两个东西 通常是类似的东西吧我想 接得很 接得很近 叫做B2B 那在游戏里面的话 是指特殊攻击 也就是这一些Touches跟各式T-spin 如果两次消行都是特殊攻击的话 那第二次就会有B2B的奖赏 接得很近都吗 接得很近就会吧 接得很近就会好 Prison 这次就会让我和你做的 你闫的 absol